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飞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我在户外来练习弹弓 使用的是钢爆弹弓 钢爆重弓 这个弹弓的特点就是能上非常宽的皮静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中拉锯 一般来说比较擅长于短拉锯 但是今天我来试试中拉锯 因为我要打一个特殊的目标物 这个配置是0.6的厚度 30的宽度 30至15的锥度 这算是锥度比较大的了 30至15的锥度 0.6的厚度 然后是一个重拉锯 重拉锯大概拉到哪个位置呢 看一下大概这 对大概这么长 重拉锯 这个配置也不是特别大 中等拉中等配置 用于打击我们今天需要打击的一个目标物 什么目标物呢 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今天准备的一些麻将 赌博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好的归宿 应该是作为弹弓的标把 不错 这个麻将呢 是什么材质呢 我这么多年一直困扰它是什么材质 这个材质听起来相当结实的 相当结实的 如果你使劲往地上摔是摔不摔的 这玩意 它应该是一种合成素质 想把它打碎 把这个麻将给打爆了 那你这个弹弓的配置 必须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行 那我今天使用这个 刚爆中弓啊 这个弓的特点就是大秤头 大秤头才能绑这个更大的皮筋 更宽的皮筋 所以我今天绑了一个30宽度的皮筋 一般的弹弓是绑不上这么宽的皮筋的 按我这个最高能绑到40 应该没问题 它的厚度不成厚 0.6 还找得很 打9毫米钢队应该比较合适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 能不能 彻底击碎这个麻将呢 你们猜猜能不能用我这个配置 行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摆起来 试试看我们这个钢爆弹弓 能不能重创这个麻将 麻将放在10米外的那个船上面 嗯 这个距离的话 因为我不太善良使用重拉锯啊 所以这个10米已经对我来说 已经有难度了 我们把镜头拉近 拉近点打 好 就在这 好 9毫米钢队啊 哦 我的天哪 看到吗 粉了 哦 这太爽了吧 打的效果这么爽 这么干脆 哦 绝对是很爽的事 谢谢 这才给力吗 哦 爽 哈哈 哎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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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啊 刚才打起来碎得非常厉害 既然找不到一点渣 我到后面去找 既然找不到 不知道飞哪去了 打手像是那种 陶瓷未打猎的感觉 但它确实是一种合真素质 非常结实 我们往地上摔是摔不摔的 知道吗 蹦走了 要知道内部什么构造 我们再开一个吧 轻轻的打 别摔得太厉害 还能找到渣吗 好朋友们 又放上去了五个 我们把这五个也打掉 打起来真的是太爽了 这才叫爽 知道吗 这配置不是盖的 配置其实也不是很高 主要是因为这个钢包能放 能装这个很宽的皮筋 它的厚度来说0.6并不宽 并不厚 好 没中 这力道太牛了 这个好像没怎么扎 没事 继续 这才爽嘛 哈哈 好朋友们 太热了 太热了 不完了 咱不完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扁平弹弓 中长拉锯永远是力量最大的 最可怕的 但是我认为精度来说 短拉锯是最准的 中长拉锯力量大 短拉锯精度高 现在朋友们 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